我来中国学了三个多年 汉语了 我觉得尽情的汉语取评 有了很大的高 学习也没有以前紧张了 过于时间 我喜欢和中国朋友聊聊 我希望了解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我发现中国人 一般都有睡一觉的习惯 到每周二五八年后 周围休息休息睡睡觉 一般睡一个多小时 也有个人之 休息二十多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下午升官时精神很好 我认为中国人 睡午觉的习惯不作 我认为中国人 睡午觉的习惯不作 朋友砸水到位 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中午睡睡时间很短 一般是睡醒一刻冲头 这二五半以后就只有二十多分钟了 没有时间睡午觉 下午上班的时候 很困 总想喝回家聊聊天 我有时候睡时刻 分钟 或一个 或一个 或一个钟 现在在中国有谁 我也有睡午觉 我也有睡午觉的习惯 真是午休睡熟 当时我有时候 睡4个小时的午觉 时间太长了 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中国午觉 真不好意思 中国朋友告诉我 现在中国人 所以午觉 节奏 已经坏了 就在大城市的中国人 在工事工作的 中国人 也渐渐 也渐渐 在工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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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 也渐渐 在工事工作 也渐渐 我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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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事工作 也渐渐 也渐渐 在工事工作 也渐渐 在工事工作 在工事工作 也渐渐